你好,中美爭霸 喂,大家好 出街將會是1月31日 喂,今次中美爭霸 我在政治揭露那邊 就有預告說 不如論軍事接了 因為暫時來說 硬局扔一些純軍事的東西 跟大家談是挺難的 其實所有軍事的東西 都是政治的延伸 當然,你說 你發明了一些軍事武器 其實都是為了 服務政治 環球的地緣政治 我們中美爭霸當然是說 世界局勢各樣的事情 Malger,在這裡嗎? 所以這次 改變一下形式 第一次中美爭霸 會找Malger來玩一下 看看合不合說 其實Malger也很喜歡說 國際政治 有時候聽她說話 她不只是說 軍佬的事情 因為我不懂的 她說一下國際政治之後 中美就說一些軍事涉心 可能這樣的 approach 是比較容易講的 Malger 是 拜登就剛剛 上來了 其實就 出街日31日 即是說她做了皇帝 即是做了總統 十天了 其實中美關係還是好像 很纏繞 她不太知道 她不太知道什麼形態 即是看美國 各方面 由基本上 就說起 首先 現實問題就是 在美國政治上 服務於資本 即是所謂錢 最簡單就是經濟 那現實環境之下 大家都知道 美國 某方面她的經濟 她經常說自己的股市 一會兒又說上升高 一會兒又說自己低 10月率很高 現在就 有時候說 低的意思就是 她那個預計 低於她的預計 很多時候說低於她的預計 所以股市裡面 又升一升 其實 是不是真的經濟好呢 即是她印了那些銀子出來 那些錢不知道去哪裡 實體經濟沒有東西做 爭意淡薄不如賭博 這個很明顯 她要說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以前十多二十年前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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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人說 她說 美國經濟不好 那些公司呢 將資金呢 就投入股市那裡 即是剛才你說 那兩條 不如賭博 不如肚婆 這當然 到反而生意好呢 她要抽資金出來 這樣 所以現實一句話 這個是不是一個對比好的環境呢 那再現實一些 其實 在中國大陸方面 其實那個博弈 也都 在這裡 也都 某方面是一個很主要的戰場 那在大陸來講 啊 除了她賣國債 因為她那個經濟好 正所謂的資本 向有錢賺的地方走 某方面 這個 大陸的經濟運作到了 那你去大陸投資 那 人民幣有息先 現在你投資美國國債 只有那幾 不是 有些一厘都沒有 10年債 十年債 就不夠有一厘 那 大哥 你在美國股市債炒 有時候有些人就說 要投資實業啊 或者投資高息沒有風險啊 那來中國 賺完息還要賺價 還要賺回率 這個都幾明顯的了 所以你現實一句話 其實 下下 某方面大陸是針對美國的名護 啊 在這個層面上 所以你會見到她 越開放 大陸是一個變了她 加上市場各方面的熱 她還是一個 就是叫做資金的磁石 抽走了你大陸的美國的銀根 就是其實 現在鬥 很多時候鬥 這個所謂保不保得住 那個資金點 現在美國幾個制裁 其實我也有個懷疑啊 是為了保護她的資金點 而做出來的事情來的 因為現實一句話 美國制裁的所謂大陸股 這些其實是一個 我反而覺得是一個 非常之優質的股票來的 好像小米 小米中了招 某方面他們是不是 其實是否 間接上 其實是保護美國 那些資金鏈呢 或者各方面來講 是 你用錢給我 你用錢給我 快一點錢都用到大陸 林普就這樣擋著你 又不讓你投資 那幾個電訊股 又說她跟軍事相關 但小米怎麼跟軍事相關 真是九五六八八 沒有辦法 實浪普經常都要亂來的 實浪普經常都 其實拜登也是有這樣的想法的 大哥 其實你這些賊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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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賊 但是一句說話 一沒有錢 神仙難變 以往 看回美國量化寬鬆 做了這個金磚 時期五國 好像我忘記是四國還是五國 現在多了南非就五國 但是南非就好像差很遠 四國裏面 每一次這些大規模的 派錢出去 其實是很多錢 拒絕了這些 收入經濟國家 好像你說 你有錢 你也想買一下 不如我買一部 PS5玩一下 或者什麼什麼 沒有手緊 這些東西當然 除了其他 這些大陸這些國家 日本各國都有 反而對美國 某方面 他更加沒有錢賺的行為 其實是更加難籌集到資金的 至於說政治 就服務於經濟 剛才說了 簡單 政治問題上 其實你現在美國 你也應該說整個西方 其實合於什麼這樣的狀態呢 簡單一點來說 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政治精英的腐敗 這個我也認同 做成這個管治低效率 這個包括制度本身也是腐敗 因為他找了一大堆人 然後在議會上 整個廢物 就像特朗普 沒有學過任何東西 就上去了 做總統 亂指揮 然後在國會裡面的人 其實很多都是 只懂得做資本 蝦巴狗 在議會上 無虛 勾了一些無謂的東西 然後說男女同事 一會兒又無端發瘋 又說大麻合法化 他們做事的效率超低的 外面可以這樣說 帶不到一個新方向 但是又補不到成 如果你說 那邊的民眾的生活水準 保持一定 不會放越下 這群人都未必這麼焦慮 這麼反抗 你看幾次的 由荷蘭那次的暴動 現在他都是反瘟疫 就是反隔離 到美國這些東西 你看到是反治 因為是暴力化 所以在整體上 除了剛才主持說的政治原因之外 也都是說 你這個反治文化出現的 綜合出來的東西 所以在現實環境之下 就是剛才這樣說 你美國現實環境 怎樣可以解決自己本身的內部問題呢 說真的 現實你拜登出了口 在軍事上 就是他會繼續維持一個高軍費的支出的 整體上 你在這個結構上 其實現在我覺得 最基本的原因 就是一個所謂的資源分配不平衡 就是這個錢 向哪裏使用 就是之前來說 這個錢 究竟是投入民生市場 就是投入民生市場 還是投入華爾街 這個爭奪資金 運用方向 現在這個環境 究竟你拜登可以怎樣做呢 我看來講 他真的 放入華爾街 嗯 OK 剛才說回到我那裏 資金鏈的問題 現在如果 當我一件事來講 又當我在想過說話 如果美國 資金鏈真的不能再扯了 真的不夠這樣 他會做出些什麼呢 那 現實行境 你猜 你猜 你猜會不會 都是打仗 令到 譬如說中東亂 西太平洋亂 有些人的估計 我看一些文章都說 美國的本質就是要搞亂全世界 才能逼到錢回美國 你西太平洋在那裏 不知道在砍油 中東在砍油 然後有些難民勇去歐洲 那些資金害怕 就會回隆回美國 他很喜歡玩這招 你覺得會不會 其實也挺危險的 特朗普這四年是沒有打過仗的 你說覺得他很討厭 很討厭 但他真的 伊朗打了他 無人機 他都好像說 大哥 打仗要錢 勞民商財 或者說 他軍隊的人很喜歡他 第一層士兵 為什麼喜歡他 他不打仗 然後還要抽些士兵 從中東回 美國過聖誕 其實很受歡迎的 你不要說 特朗普反而做些事情 他不是窮兵絕無的 老實實 他找些艦隊過來 在中國走兩轉 也不是打的 他只是去德國走一圈 嚇嚇你 撐嚇台獨 對吧 是啊 某方面來說 你現在中國面對問題 你現在扯資金太多 怎麼會令到 在中國控制的資金 你怎麼回流去美國呢 這個真的想不到 但是你又沒有辦法 在中國裏面搞顏色革命 你說在俄羅斯 可以百多個城市這樣搞 中國比較難搞 搞來搞去德國和香港 搞來搞去德國和香港 如果最惡劣的方向 就放棄台灣 台灣 叫他 美國不參與 叫台灣 叫大陸 然後 好像 克里米亞事件 俄羅斯 送死 就是 宣佈台獨 大陸打台灣 然後 美軍又縮了 然後送死 但是送死 更嚴重 他統一了台灣 更加 整個西太平洋 的天秤 向了中國島 這招 又不行 搞大陸 就難搞 搞北韓 還有北韓 北韓可以搞 撩他 然後大家打架 德韓又玩一下核事 然後又害怕 北韓這招可以 北韓可以的 在我想像來 譬如 如果有一天 美國 給幾個核彈頭 叫台灣搞台獨 我說知道 你搞定他 有台 在美國人心目中 他隨時做得出 這個也有可能 不過 蔡英文敢不敢 據說 在俄羅斯 應該說蘇聯時期 他自己公開報告 都不見了一百個核彈 OK 如果給了他 說真的 最好一天 家人乃俠 射過去 炸平了大陸沿海的話 就是關他什麼事 你有沒有核彈 你炸平台灣 反正你大陸 這個比較 但其實我有時候 覺得是有可能的 我始終都覺得 新冠是新發展 不過最後失控了 我一直都是這樣看的 毒都放得出的話 給核彈 不過看看台灣 夠不夠膽 扔過去大陸 我覺得蔡英文 沒有這樣的膽子 這個就難說 跟俄羅斯說 畫下手 由那邊射了過去 但不是他控制的 我責任 大家都知道其實你美國 在台灣有一個隱形的影響力 這幾明顯的了 做得出 一件事不是蔡英文想做 而是說 就算蔡英文本身他不想做 但是有這麼多人想上位 這麼多人想讀 因為他不夠辣 他們台獨 他們人有一個奇怪的聲線 就是我今天被動的原因 因為我不夠毒 我不夠辣 我不夠去到盡 他們的生態 好像說 如果有些網上的人 簡直說 如果大陸打台灣 但一件事就炸了自己的核電廠 先把那幅射射 散過去 他們都說得出這樣的東西 所以不方便 那有些國際這些就是 這是真的 他們自己都網民自己說的 那些網民就算了 是 Mail總 你這樣吧 不如說 方向再轉心一點 拜登 有沒有這麼冒險 我們就普遍不覺得這麼冒險 就是好過萬一 剛才說的情況 但現在譬如說 舉例 當拜登老臣遲中 不敢玩到這麼大 舉例 這個假設 那你說 中美的關係 譬如說 貿易戰那些 現在是沒有鬆過口的 沒有任何鬆過口 現在對中國的關稅 沒有減輕 沒有的 首先第一步就是這樣 接著 那個國家安全顧問 忘記了叫什麼名字 那個年輕人 四十多歲的 就說要中國 付出代價 說在香港搞國安法 武力威嚇台灣 就要付出代價 假若拜登沒有玩過這麼大 你說的比較厲害 你猜中美其實有沒有談得來 還是仍然就是 哎 孟晚舟繼續鎖住啊 接著又繼續打火技戰啊 那些呢 那我首先 我補充之前的事情 首先我現實來說 我覺得美國本身呢 就算他不是主政的派系 就是旁邊的派系 影響力也很大 OK 他可能真的做出這樣的事情 就好像 南斯拉夫大使館 就是中國大使館被軍炸 那什麼原因 難道真的說 是要出現地圖 你們相信嗎 這當然是 從八千公里去飛的 軍炸機 你炸什麼都不知道 還有在敵 有敵人環境之下 有可能被人打落的 你會不會不知道呢 炸什麼也炸到廁所 對不對 所以你說 他旁邊派系 可能會做一些 冒險性的行為 好了 首先現實 你好像他那樣說 這位好像叫沙利文 那位顧問 是沙利文 但我聽不到 其實他講了很多話 其實都挺大老的 首先現實 拜登你現實面對這個環境就是國內問題 實在太嚴重了 他對外政策方面 對中國各方面的政策 他原作特朗普其實不太方便我覺得正常的 以前他們的分節說 通常會延續前一任總統的政策 一定時間的 大約一百天 他們這樣說 然後才有一個所謂的改變 其實現在大家都還沒買了位子 大家都在試著 所以現實是他那些東西一向的 如果我現實一句話 就算民主黨上台也好 共和黨上台也好 敵視中國大陸 基本上就是基本的政策 誰上去我覺得都是不會變的 因為現在已經在大陸 是美國最大的 即是潛在的敵人 基本上是最大的敵人 我想他們最希望有一個類似渦爾瓦克喬夫的人 做了中國大陸的領導人 一句說話 無條件向西方利益服務來援取西方的信任 幻想當然了 幻想當然是這樣的 幻想是真的有這樣的人 這位女士叫金克宇 是亞頭行 行長的女兒 OK 希望你大陸有這樣的人 做了領導陣 阿習就不是這樣的人 至少 我沒有說阿習 首先我沒有說 我說他在幻想希望 他有這樣的幻想希望 所以他說 現在他們對中國強硬 起碼 繼續博弈一鬥之後 究竟看看美國需要大陸多少 做出某一個讓步 利益交換 妥協 暫時來說 他們現在最重要的心靈 就擺在這個怎樣搞定疫症 在現實始終這個才是最 basic 救到美國的所謂經濟各方面的事情 首先你先搞定瘟疫 好像現實就說 好像說又簽了新約 買了2億支疫苗 好像是 你現在總之就說 為什麼解決瘟疫 才是他們知道 至於你說經濟 是不是要大陸幫忙 又要讓你國內內部 這麼大的壽話 大陸跟他幫忙 一定要他交換一些東西 現在的情況就不會大陸 再好像12年前一樣 狂買他的國債 你知道了 08-09年 美國要過可關係 大陸是出很多力的 現在來說 看來我看不到大陸 是會狂買美國國債 美國國債看的數據 不太行 我在第二個節目來說 我看不到中國 很像12年前的那個方式 跟他合作 不會的 溫家寶要喝4萬億的 這件事我看不到 那時候 那時候說情緒沒有很大 也沒有更有益 基本上未必肯這樣 好像12年前一樣 我的判斷就 基本上 因為已經 12年前和12年後的 今天真的差很遠 那時候大陸就有60% 的GDP 是和外貿有關 現在跌到只有30% 基本上他都慢慢說 內循環 所以其實也挺難搞的 可能真的最後大陸 可能扯到個較高 就談不成 因為沒有 你美國可以提供什麼 可以給大陸 其實越來越少 要我大陸幫你 你也要交換的 我沒有條件幫你 你的美金變了 像紙紙一樣 12年前你印了那麼多 我跟著你印 你看下去沒有下降得這麼快 美元貶值後來就要上回去 但是 你現在是沒有這個理由的 大陸他買了你 國際判斷你 我真的看不到 在十幾二十年前 那時候我看台灣 军事雜誌 等等 現在加進了沒有 不知道 很久沒有買台灣的军事雜誌 他說 他说他们觉得其实美国都可能出卖台湾的 我刚才那次变了主持这样说 我觉得这个OK的 可能最大的筹码是出卖台湾 整个台湾卖了给大陆 然后大陆买回你美国国债 这样就有得谈 这样就有得谈 对不对 你美国帮忙 你骗台湾 大陆动手下来帮你 找些东西 那买回你一万几千亿美金国债 那你用台湾换就能谈 我觉得这个也OK的 如果不是 美国真的没什么 大佬 你要是联合国搬去北京 他们都没什么用 联合国 联合国有少少用的 打开中国历史 趙康人 走向北岸 买回日文十六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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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某方面 可能是历史 我价格的 我卖台湾出去了 它在买进去 不是卖特别 基本上如果 in 現实 现在大陆来说 即是 过多几年 所以我又要收回它 賣不到高價到那時候 現在賣可能價桌上升了一點 為什麼不賣呢 賣它也不是賣我 所以又是當一個concentre問題 不過真的我覺得有可能會發生 尤其是今時今日你這麼高國債 如果它不進行一個結構性的調整的話 神仙難變 變不了什麼 好像希拉里當年試過的 他在選總統之前 好像是國務卿的時代 他在2012年 他2013年就沒有做國務卿了 變成克里 但是2012年之前 他試過想敲炸大陸 他說我給了台灣 你要磅水 他們美國是有想的 有這些思維 我們拭目以待 可能會不會過完年 假裝打台灣 但其實美國人不幫 然後中間裡面還出賣了台灣 大陸好像兵不血淫 一把聲就拿了 然後又買美國國債 我覺得這樣就有得談一下 Milger 我想差不多了 OK 都OK 我們遲些再談一下 再說其他事情 好 就這樣 我們答謝 我們下可很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